无量寿经的时候讲过很多次 不但释迦牟尼佛 一切诸佛菩萨 硬化在九法界 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所有一切教学 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 通通包括了 所以华严业展开 就是无量无边的经论法门 像大藏经 那么多 有没有能够代表的东西 一部经就代表权杖了 华严 就代表了权杖 华严经还是很多 有没有更简单的呢 可以能代表华严经 有无量寿经有无量寿经 所以古人讲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 华严看作大本 无量寿经是中本 那你就晓得还有小本 佛说阿弥陀经是小本 小本华严 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 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呢 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 最重要的代表权经的第六平 第六平是无量寿经的核心 中心 第六平是什么 四十八院 这四十八院四十八条 哪一条又是核心 又是中心呢 第十八院 于是祖司就提倡这个第十八院 叫本院念佛 第十八院是 一念深念 毕生净土 这个确确实实是不容易 你这样去找的时候 这第十八院展开来 就是一切诸佛吾萨的金教 真正把它的中心找到 那么用这个功行不行 行 但是你要晓得 第十九院跟第十八院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了 无论是三倍九品 共同的条件 你看三倍往生 无论上倍中倍下倍 一心三倍 佛怎么叫的 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一项专念是第十八院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是第十九院 如果只有十八院 没有十九院 你还是有问题 佛跟你讲的 我这是 讲得清清楚楚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你只有一项专念 没发菩提心 你差一半 那一半不能往生 再说个老实话 我发菩提心 没有一项专念 能不能往生 难 灵命中是一念十念 真的往生 他有菩提心 这话不是我说的 偶尤大师说的 偶尤大师跟我们讲 往生的条件是 能不能往生 在你有没有愿力 在幸愿之有 你有幸有愿 就能往生 平位高下了 在持明功夫的身前 你念佛的功夫深 平位高 念佛的功夫前 平位就下 那么由此刻之 幸愿太重要了 幸愿行是三自良 基本条件的 祖师大德跟你讲 幸愿行三自良 行的里面 你有幸 有愿 行的里面的时候 你抓住十八愿 这个行 如果你幸愿 都有问题 都成了问题的话 只有一项专念 不行 不能往生 所以要明白 这个道理 祖师提的是对 为什么呢 念佛人 有心有愿 这一句话是劝你 劝你专心念佛 万元放下了 一心专念 一项专念 就行 这个好啊 你很多不认识字的 没有接触过佛法的 你叫他 劝他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他相信 他相信有极乐世界 他相信有阿弥陀佛 他一点都不怀疑 有幸有愿 真的想到极乐世界去 就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什么都不要 这叫本愿念佛 祖师提倡 没错啊 如果说 支持本愿念佛 排斥其他的念佛方法 那你就错了 你就不能往生了 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你是自在会他 其他的法门都是佛传的 你一学这个法门 排斥别的法门 你就跟别的法门对立了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不专意 你在那里 放佛 放法 放生 为什么 人家依照其他的方法 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 那你不赞成回放的时候 这个法是佛传的 你放佛 那么尖叫是佛说的 你放法 那依照那些尖叫修行的那些人 你毁谤他 你放生 你毁谤三宝 怎么能往生呢 这个道理要懂 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佛说的 我修这个法门 对其他法门欢喜赞叹 通通都能成就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都要尊重 都要赞叹 都要礼尽 那你就能往生 如果你制着你这一门 排斥别人的话 你就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的原因 你毁谤三宝 虽然你自己心念念佛 但是你毁谤三宝 毁谤三宝能不能往生呢 不能往生 四十八愿有 字字句句都要搞清楚 佛不骗人 都是我们自己疏忽 把经文看错了 错毁了意思 所以我们不但是修净土 净土宗派也很多 每一家门庭施舍不一样 一的经论不相同 无量寿金 现在流通的本子 九种不同的本子 你说哪个本子好 哪个本子不好 不可以这样说 你喜欢用哪个本子 对你就是好 虽然九样东西摆在面前 随你跳雪 任何一种都能帮助你往生 哪个本子好 不可以这样死 你不得了 不成功 不成功